4月20号的早晨 四川雅安发生了七级大地震 亲赴灾区指挥救援工作的中共总理李克强 基本上是循着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赶赴汶川的模式 不过这一次李克强在赶赴灾区前后却接连碰了几个软钉子 到底今天李克强碰到的情况和当年温家宝遇到的救灾阻力有何不同呢 一起来听听评论员的分析 雅安强政第一天 北京当局从习近平李克强到相关单位的反应动作 大致不拖以往的模式 如在飞机上研究指挥救灾 在灾区探望伤者救援人员等 而香港《苹果日报》披露 李克强在赶赴灾区前后接连碰了几个软钉子 一是专机延误了一小时才起飞 李克强到达卢山时已经是下午4点 就是地震发生后8小时 第二个软钉子是 军警没有及时汇报就在进展 消息说 李克强在灾区的连串指示中 罕见地说了一句重话 他说 今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就算不睡觉 要全力与父挺尽保兴 而在当年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家宝 曾因解放军不听指挥而怒摔电话 教训军官要记住 是人民在养活你们 你们看着办 可是军队还是按兵不动 因为当时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李克强碰到的第三个软钉子是 地方官员不买账 李克强在部署救援时强调信息要及时公开 而四川官员却粗暴地干涉民间收集 发布灾区情况 还拘禁了由成都前往灾区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等 对此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 中共的救灾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府救助灾民 这里面涉及了太多的权斗和利益纷争 灾民的切身利益根本不是当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这次李克强去救灾 专机整整延误了一个小时 这里面就很有学问 一个普通的客机延误一个小时起飞 那都是重大事故 更何况是这个一国总理 在十万伙计的要赶往灾区的这个节骨亚上出事了 李克强一个政令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波折 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指出 如今李克强和温家宝当年所处环境有两大不同 一是当时温家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江湖斗 江泽民完全控制军队 而解放军军队实际上是在延误时间 所以温家宝才拍桌子摔电话 但是李克强上台以后 江泽民已彻底退出 军队应该说是配合的 而且呢 凑巧的是呢 就在这个地震之前这么一两天 当地呢 还进行了防地震的演习 很多那个消防啊 那些部队都参与了 所以外界也有些怀疑 认为他们有可能知道 要有一定的地震的这种情况发生 与08年汶川地震不同的另一点任百明分析 庐山地震比汶川地震的震极小 而且当地百姓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知道如何在地震中迅速自救 所以各方面损失相对都比较小 而温家宝当年赶赴汶川指挥救灾后 做出的不少承诺以烂尾收场 其中包括号称可以抗八级大地震的新屋 不知道中共政府每天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 没有反思 没有问责 五年前的悲剧再次发生 灾民的这个处境依然是这样的艰难 林子旭表示 中共体制不变 即使体制内个别人再怎么表现 也无法改变中国民众面对天灾时的误助